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场附近的普利奇欧尼工 今年代表台湾参展的建筑师黄申远 和田中央工作群 以活在宜兰连接山海水土为主题 呼应自由空间 我真的可能会常常不小心就讲到自由 如果我一直在讲自由的时候 就代表其实自由还没有在你身边 我的真实的驱动力很可能还是在寻找 自己可以做选择的机会 用我们的建筑做成一种体验吧 就是跑到我们的空间里面 不管是用去玩啊干嘛去 去没有做什么事情 本身就会觉得很放松啊 或者是事情怎么可以这样 原来可以这样 只要他一旦有一种不被框住的感觉 会觉得很高兴 因为就是有人分享了这个放松的感觉 那这种快乐应该是 比较是我们真正的动力吧 他们希望建筑给人们带来的 并不是财富这些事情 而是给人可以带来一种自由 让人跟人之间可以利用这个空间 可以连接起来 人跟自然之间 他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 那个连接起来 所以我们采用活在宜兰 要连接这个山海水土 就是自然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为何你能看到所有的工资 田中央在宜蘭深耕敦 宜蘭深典25年完成了許多公共建築 在雙年展中他們展出第一條尾管樹 羅東文化工廠以及櫻花林園 以宜蘭的絲瓜棚為意象 來表現田中央的建築意涵 這個第一尾管樹這個案子 總共花了大概14年 那它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是 是宜蘭縣政府要在宜蘭市的 這個最破敗的地方 要蓋一個社會福利大樓 黃水遠他所提出的方式 是說他要蓋一個具有很高的 這種開放性的大樓 第一條尾管樹以社福大樓為中心 一面連結宜蘭市舊城的建築與社區 另一面新建了西堤屋橋 來連結宜蘭河上的慶河橋 形成一個沒有建築界線的流動空間 它中間有楊四方紀念陵園 然後它有光大象 一個舊社區裡面的一個小巷子 然後它從那邊一路連到社福大樓 從這邊可以開始走上一個社福的屋橋 然後再上到宜蘭河的河堤 河堤上面有一個屋橋 它可以眺望圓山 圓山跟宜蘭附近的圓景 再往前走就會走上漂浮在宜蘭河上面的精美棧橋 金梅棧道的那座橋 它真的寬度就不寬 當有一個阿嬤騎腳踏車 過橋要進舊城去買菜的時候 其實蠻危險的 那大家都很期待 有一個再安全一點的跨越 這個真的蠻妙的 它是要從上面懸吊這樣子的施作 在那個橋下 就是很涼爽會有自然的風 然後風從水面上吹過 那溫度也都降低了 然後讓人連上宜蘭河 就是在空間上跟精神上的意義都是 就是在這個自然的東西跟都市的東西把它結合在一起 我們通常還是會回到人 政府它雖然開了一個案子一個項目 那其實我們不會只在那個地裡面去想事情 我們會盡量想說它旁邊如果有溝渠或是有水利用地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它整理起來 變成居民可以使住的空間人居住的尺度 看到大家很開心的在這樣的公共空間 有品質的公共空間裡面 生活的自由自在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是最美的事情 其實我走到一個地方沒什麼人安安靜靜的 這可能是很多人的真心期望 可是你大多數聽到的 就對這個都沒有安全感對不對 他就想把它搞得很熱鬧很多事情 然後很大聲或者是把它佈置得很漂亮 我們原則上是放一些東西進去平衡 也就是說當這個都市大家都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給它另外一個不同尺度的空間 不同材料的表情 給它另外一種不同尺度運用時間的方式 給它另外一種面對風的態度或者是水的態度 那這個時候它都會使得原來被禁錮的狀態 被平衡回來 讓它被釋放出來 這段時間應該已經是非常熱鬧的 還有一些很重的感覺 是建議員的一個人 是建議員的經濟 在這間裡的功夫 在這間裡的的地方 在這間裡很適合 是一個很強大的有意義 或者是一個很強大的 或是一個很強大的 在人生命的活動 我希望建築物能改變成一件事 人生命令人生命的活動 我曾經三次見過台灣 我曾經看過很多建築物的建築物 我曾經感到的感受 集團和共同的喜愛 高山の建築物は一つは 鉄とガラスとコンクリートを作った 大変現代的な建築を 特に鉄骨を非常にうまく使った建築を作ります この二つの大変矛盾した あるいは対立した建築の作り方を 日本に連絡としても 世界にもおかずに 工廠工場を作っている 工場で作っている 工場の最早の想法は それからの空を作って それからなく 工場を作っている 工場を作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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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公共環境就是 你在那边做自己的事的时候 你不需要取得别人的同意 这是一个非常个人自由的状态 它就是公共性最高的追求 我有自由去享受孤独 我有自由去决定 不要进来还是离开 空中一两的结构 建筑设计上是一个被吊起来的美术馆的概念 透空的玻璃砖的里面有砍一些青玻璃 人坐下来之后他可以看到地面层的广场的活动 然后也可以看到水池 它们有一个大幅建筑 大幅建筑 它应该是20m高 然后它们都放在它 很简单的组织 人们来到这边的舞台 然后他们演出 它全都活着非常漂亮 對 其實依蘭海岸 本來就有很多道沙丘和風海 其實依蘭海岸 本來就有很多道沙丘跟風海 防風鈴在守護蘭陽平原 可是後來因為一些農民需要栽種一些植物 把一些本來該有的沙丘都推平了 剛好有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做一個遊客中心 也是用這個機會去看看能不能把 以前的那些沙丘再回復回來 建築物的東側就是領海邊這一面 它就有一個很大的坡是可以連結上屋頂 人類就像是一個生物一樣 在這個沙丘裡面挖出了一些空間 然後可以在裡面有暫時的躲避這樣子 穿過防風鈴你就會看到那片大海 我們看不到海 但是我們卻聽得到海浪的聲音 一條一條的那古狼 它其實很簡單的水平的屋頂 只是連續好多條分佈在那個山坡上 不斷地拉長 不斷地拉長 我眼睛的餘光 所能夠看到的那個長度 差不多是我看到山下 整個南洋平原海岸線的那個長度 彷彿我可以看到太平洋打上沙灘的那個 長浪的線條 待久一點就都會開始 對我們當下都會有啟發 那個都是這個山海塗水 能夠繳我們的事情 我們真正這個團隊 真正重要的貢獻是 我們不斷地做出了那些空間 那些空間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 它都不斷地 讓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比方說櫻花林原文 它五十年以後應該都被草爬滿吧 我們把那個草的通路都想好了 它將來就會剩下 是觀景台啊 放在一個很長的時間來看 讓出一點空白給別人 多一點機會 世界有一點多一點的變化 這個是一個新心願 你只要讓它不會不能變 就好了 至於它變成什麼 你就陪著它 我們只是很安心地去做 那些生活裡面很普通的事情 然後那些很美好的事情就發生在中間這樣子 所以認真生活的三回歲數也是這個意思 就是大家在談 乍聽之下跟它無關的事情 其實會幫了我們很大的忙 做這些空間組合在想像的時候 的那個 那個自由度也會高很多 因為它不是拿 現有的東西去組裝 它反而會習慣性的是 是拒絕那個現有的框框這樣 所以我們的那個空間就比較自由 我們有負責任 我們有負責任 負責任 我們要知道的地方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心 我們會否讓我們清楚 我們一定要解 sweaty Is to stay ce happy and open life within the past proved sleep at that place. It makes it Dayne. And I, too, have chosen to work only in Australia. I don't work anywhere else. We know the climate. We know the nuances of a change of seasons. In Catalonia are a little more obvious than they are in Australia, but they lie crime. 我曾去台湾 twice,我曾经享受到国家和人很厉害每次 这个年轻人,你不能忍耐他,他的工作是全面的 他也是非常好的工作 我说,作为公司的公司,他的工作会更好, 好久不再增加太快 不认为世界是哪里他会建设 但仍然在台湾 保持你的工艺 保持做什么你会做 你会变成一位大陆建设 谢谢 我们其实有实力把台湾的事情 是一个很平等的状态 跟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交流 我觉得我能够做的工作 是在那些瞬间 跟各种文化真正在对话的那一瞬间 要很公平 真实的 要很有自信的 把台湾的状态跟人家去沟通 它会产生新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大概有做到这件事情 让这一批孩子 这些年轻人都有信心 都继续再往前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